看它怎麼噴的對不對 噴這些作品 好 一起來看看 它現在是就是畫那個 用白色草稿 然後因為噴漆是可以蓋的 然後所以我們先用底 因為眼睛底是白色 所以我們先用底白色去畫 然後如果旁邊有那種不整齊的 可以用修的 因為它是用覆蓋的原理這樣蓋 然後灰色這樣蓋 然後之後可能再做一些傻的部分 就是漸層 我們就會講傻 它是用就是一些技巧善用方式 像那個有陰暗面那邊 就是白色接到黑色那邊 有一點霧霧的那個 長睜眼 離遠一點 對啊 然後之後可能就是開始修一些 因為我想要噴眼睛 然後通常就是一開始 就會開始在那邊 抓它五官的位置 對啊 然後因為就是畫布 可能有些地方會有一些 就是不吃漆 所以盡量是在乾的地方噴 對啊 那有沒有半夜去外面噴 然後噴到一半有一點下雨 怎麼辦 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那意思是說會不會弄到你的顏料 對啊 你那個不會浮起嗎 就還好 其實還好啦 不要太大就可以 其實就是食指中指 會不會常要復健啊 沒有 一開始噴的時候就會很痠 然後回家就有痛風的感覺 就是會很痠 然後可是到後面就不太會 對啊 看完講口腕那麼精采的塗鴉過程 我們現場就來看看完成品吧 我們來看看這個成品 哇 哇 感覺不一樣耶 好漂亮喔 好美喔 所以整個完成花多久時間 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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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忘記了 它是一層一層的疊上去 所以你除了在一些戶外的場所之外 有沒有再噴一些作品可以出售的 還沒到出售 因為覺得還不夠 不夠厲害之類的 那請問一下這個眼睛要有神 它要有什麼樣的重點 要注意到哪裡 有神的話 因為我還沒做得很好 可是我大概知道他們怎麼做 就是一開始可以先畫 女生的畫可以先從這邊畫過來 因為這邊是比較粗的部分 然後再從這邊畫 然後之後眼球 你可以在裡面加一個就是 可能會有人帶銅片或是什麼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會有一層 然後之後最後你覺得都可以的畫 然後灑一些 然後之後你可以再加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很重要 亮點 這個很重要 亮點 白內障 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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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要來這個看看 因為他有戴這個專業工具 防毒面具對不對 好 謝謝馬太 我們請黏玉哥出列 好了 現在黏玉哥要幫我們示範 就是戴這個防毒面具 聽說是聞不到任何味道 真的嗎 來 我來聞聞看 我們來試試看 是天堂有地獄 一個是這個麥姬 穿了四天沒有寫的臭腕 救命啊 旁邊的是黎玲剛剛穿過懷 溫熱脫下來的一件T恤 真的是黎玲的嗎 我們是不是要先聞聞看 可能是鈴鈴的喔 不用… 有可能是鈴鈴喔 好 好 來… 我們轉一轉 然後你等一下聞喔 如果你… 你聞完之後你要選擇 然後就是把面罩脫下來聞 先聞1號 先把他頭壓下來 1號 我們指揮你… 好 用力吸… 再吸… 你覺得好衝嗎 怎麼可能 好 來 等一下… 我們再轉一下… 我們再轉一下喔 再轉一下喔 我們再轉一下喔 再轉一下喔 來 好 我們拿高一點給他 好 來 好 來 來… 用力吸… 用力吸… 不要呼吸 好 OK 好 OK 來 請問你要選1號2號 1號2號 1號是什麼 1號好像有點臭 1號有點臭 對 我們要選1號好了 1號 你要選臭的啊 你要選臭的啊 你就1比2臭是不是 對 我們會騙人 就不會騙你是不是 好 好 很好 我們沒有騙他啦 剛剛1號就是 請你把眼罩 來 自己拿眼罩拿下來 眼罩拿下來 看一下1號是什麼 襪子 就是賣雞的襪子 不好意思啦 這個都聞到 梅哥把他拿下來一下 因為我們要聽你講話 拿下來 剛剛1號 1號是什麼味道 有聞得到嗎 有聞到 什麼味道 酸味 酸味 那2號呢 2號就比較沒什麼味道 而且為什麼他這樣 還要選1號 沒有 我就有點酸味 我想說是 因為這衣服會流汗 又不是硬動眼 對啊 對啊 它靈靈 靈靈不會酸吧 是不會 那你要換嗎 還要換嗎 1號到你要換嗎 我當然知道 聞這個啊 還有2號是不是 好 2號請示範 2號請示範 剛剛聞到的是憲哥的議下 對 剛剛聞的是 好 來 請蹲下來 來 手舉高 手舉高 靠近右肩音樂 請聞 5秒 用力氣力 不能閉氣的人 給她鳥的… 太 restor了 好臭 聚聞 超臭的 真的 不用五秒 真的不用五秒 誰給你啊 你還有三秒 你還有三秒 不好意思 為什麼 好餓… 好啊 真的很臭嗎 雷霓哥 什麼味道… 比襪子還臭 比襪子還臭 好 那你聞襪子 那你聞襪子好了 聞看… 為什麼什麼都聞 為什麼你要這麼說耶 你聞她味道 你再比較一下 你先不臭了 這樣我是不是舉不臭了 是不是…真的她的意象比較臭 你來聞聞看 我真的有點臭 可是她是太誇張 憲哥的意象這麼臭 憲哥的意象這麼臭 我第一次發現 不到一秒 我會想 我已經嚇了 我才不會出發 沒有 太誇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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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好意思喔 你們兩個辛苦囉 謝謝 很辛苦嗎 接下來是二號啦 二號呢 這高竿他有一些 高羊 他有一些 高湯啊 高… 高… 高竿 高竿 高羊 高羊他有一些心酸的地方 首先第一點是被路人 誤會是小混混喔 各位同學猜一下 究竟是什麼樣的他的次文化呢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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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像跳巴加醬的 有時候很多人都會說 是有點小混混在跳 好 嫖宗姐很有經驗喔 就是改車啊 改車的 把車子就是改裝很多燈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把那個引擎 就是 不是引擎 就是那個排氣管 然後很大聲一吹油門 然後就轟轟 然後衝突就轟 弟是不是還在改車 我弟嗎 是不是 他最近被 好像被惡意 然後不知道又怎麼了 了解 憲憲為什麼會想到很愛喝 就想混混的感覺好像都很愛喝 愛喝是一種文化嗎 對 愛喝酒的人有一種 一種他們聚集起來的文化 對 他們有另外一種這個 對眼對眼 對眼 好啦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高羊 他的照片其實就知道是什麼了 來 請看 這什麼 他是安全帽 這是人嗎 是哪裡 是手屁啊 小腿 小腿啊 小腿啊 叫小腿身上的刺青 真的滿真實的耶 好 一起歡迎這一位 我們的高羊 歡迎他 好可怕 果然也是刺青 你們講話怎麼那麼客氣 對 不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好像真的像他們講的刺青就 他會一定會穿洞 對 穿一穿又會去刺青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高羊 高羊 好 就是喜歡這種文化 因為小時候接觸那種樂團的東西 對啊 整個人看來是有絲紋氣質的耶 對啊 對啊 本身也是絲紋型的 那就是一種鐵和柔情 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那個骷顱頭在哪裡啊 骷顱頭 在這小腿肚上 是不是 那你第一個刺青是哪一個 第一個刺青的話是 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秀一下嗎 你的胸膛 8月喔 8月4號 8月4號發生什麼事 這邊 這邊 8月4號發生什麼事 對啊 那天發生什麼事你要知道 這個是那個 他的意思是就是不要忘記那個 08年的8月4號 為什麼 就是我18歲生日的時候 紀念 因為那年的話就是 怕你80歲的時候忘了是不是 不是… 那年的話就是還滿衰的 就是被女朋友甩啊 然後發生兩次車禍啊 然後不然你跟他打架 把他鼻子打斷 因為賠很多錢 所以就覺得 你把別人鼻子打斷 對 那是你家也是 沒有 我都是小時候不懂事啊 對啊 所以那年你覺得衰爆了 一定要記得 對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 21歲的時候也滿衰的 對 所以是在哪裡 會不會最衰的那年 還沒來啊 還沒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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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